圍圍三年 清晉農場的奔羊節 再度是熱鬧來登場 而配合今年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 廠方特別派出一百二十一十二隻的綿羊 走上了和歡山台十四甲線公路 全程奔跑兩公里 也吸引了上千名的遊客跟綿羊 近距離互動 快開 快開 綿羊大軍全面啟動 一隻羊 兩隻羊 三隻羊 一共一百一十二隻羊妹妹 南投仁愛台十四甲線 和歡山公路一路狂奔 牧羊人羊群前方引導方向 遊客後頭一路緊跟 只是羊妹妹難得走出草原逛大街 可能太開心 似乎有點不受控 他在馬路上奔的時候 沒看過 因為T毛看過了 因為以前都是遠的 很少這麼近看羊在馬路上跑 這樣追著跑 我錄影很多 我覺得很幸福的感覺 清晉農場奔羊節受到疫情影響 停辦三年 今年疫情解封 廠方熱鬧復辦 配合年份派出一百一十二隻綿羊 很熱鬧啊 然後而且很近距離的 跟這些羊那樣互動 我覺得真的很棒 很好玩 很熱鬧 熱好多 人比羊多 我們也非常高興今天上千位的遊客 跟我們一起參與這個活動 可愛楊妹妹出門溜搭 全場兩公里路程 警方提早管制封路 避免車子塞在陽鎮中 而楊妹妹集體上路陣容浩大 新鮮體驗上千遊客也嗨翻 記者 魏少羽南投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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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